Kickstarter发挥群众力量!将地铁站变无广告公共空间! 我们走进的铁站,通常都会马上被密密麻麻的广告板所包围,地铁公司往往会用尽每一寸位置卖广告赚钱,无论是香港还是外国都不例外。 伦敦最近有一个地铁站出现了一个奇景,当乘客走进去之后,会发现一个广告也没有,原来的广告板和入闸机通通变成全部都细猫,全部都细猫。 这并非宠物用品公司包起了整个的铁站,而是一间创作公司,Glimpse旗下的,Citizens Advertising Takeover Service, CATS民间广告监管服务,的一个项目。 CatS通过,Kickstarter网上集资,收集了23,000英镑将伦敦地铁,Clapper Common站的所有广告位置买起,换上了各式各样的猫咪相片。 Glimpse希望集资,CatS项目建构一个让人快乐的公共空间,市民和乘客在走入的铁站时觉得享受,同时想象一下他们周围的世界不一样。 Clapper Common站由星期一开始大变身,不过,CatS项目只会维持两星期,之后就会回复原来商业而俗气的广告。 这两星期正好会去伦敦旅游,不妨去朝圣拍照一下。